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會拍板決定 明年基本工資月薪會從兩萬五千兩百五十元 提高到了兩萬六千四百元 增加了一千一百五十元 而時薪是從一百六十八元 調高到一百七十六元 多了八塊 預估全台會有兩百三十二萬名的勞工受惠 基本工資月薪調整至兩萬六千四百元 時薪調整至一百七十六元 歷經三個多小時討論 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最終拍板 調高明年度的基本工資月薪和時薪 月薪是從兩萬五千兩百五十元 調高到兩萬六千四百元 時薪是調高到一百七十六元 漲幅都超過百分之四 約有一百七十五點二一萬名的勞工受惠 時薪調整預估約有五十七點四六萬名勞工受惠 二點九二加二分之一的這個GDP 三點七六本來是二六四六二 抓一個整數就是二六四零零 從蔡英文就任總統的二零一六年開始看 臨同這次會議在內 基本工資已經連續七年調升 約金是兩萬零八元到兩萬六千四百元 漲幅達百分之三十一點九 時薪是從一百二十元 調高到一百七十六元 漲幅約百分之四十六點七 勞動部指出 勞者雙方都認同物價上漲的壓力 所以調幅完全反映到了消費者物價指數 但在精進成長率上 勞資有分享也有體量最終取整數 設定大概三趴以下 最後也用四點六幾 六五趴 政府將來的配套措施 我們建議能夠以以放寬相關的規範 讓更多實際受困的中華企業 不要因為法規太多的限制 而實際上看得到吃不到 商總指出 景氣還沒有完全恢復 不適合調幅過高 擔心後續有可能會引發更嚴重的通膨 甚至是失業 吹工等現象 老團則認為 結果雖然不滿意 但還能接受 據媒體詢問 兩萬六千四百元 和總統蔡英文曾經說過的 其心三萬的目標 還有一段的距離 對此 許明春表示 大部分年輕人 其心一斤斗三萬元 未來也會讓基本工資朝這個目標買進 記者曹英俊出負財 莊志成 台北報導